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步如追风 退步如做火 进攻是什么 最好的防守 你就不要管他 你打你的他打他的 看谁厉害 俄美武术是一个地域文化 发源于俄美山 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 至今有近三千年来的石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 多文化的大神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武术文化方面上 它就是很多流派 很多权种 汇催到了四川 所以成为是武化八门 二十年代的时候 我的师父以及我的老师 对四川的武术搞了一次挖曲的整理 很多的这个资料是没有的 都是口泉深受的时候比较多 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费尽了很多这个人力 财力 物力 组织了很大的一波人 而且遍及了整个拳川 然后到处去收集 去了解这些拳谱 为了编于我们四川武术的那个发展 吸收了上千的老拳师的 各个流派的拳种的风格的经典动作 绘制成了俄眉拳树 俄眉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一个舞者叫师徒玄空 来到了俄眉山修炼 汉变了俄眉团 它和北方的武术区别是挺大的 因为北方的话呢 是一马平川的地方 它们的动作是大开大火 豪迈奔放 不像我们生长在这个崇山峻岭当中的话呢 到处是山丘岭 不宜起腿 所以说以手法建长 再加上四川人的各自而小 那么你粗的手 粗的脚 肯定就是距离的短 不过我们为了避开我们这个弱点 我们就是擅长的在拳里面 经常用的是这个掌和纸 一寸长一寸强 它那个瘦里面小 打击的大 它打击的部位也是比较薄弱的部位 比如说强我们这个猴 还有你的眼睛上插然而长 这就是在俄眉泉里面体现的长子为先 这是这个俄眉道人泉高呢 记载了俄眉泉术的这个风格特点 造令武术四罕见 俄眉武术更自新 偷然竖法一等足 牙丝泵里金沙者 百折连腰静无骨 一洒通声劫尸手 四慢而快快慢相间 虚和实的意思 可能在慢的动作是让你看出我这个动作的破绽 实际上里面更有杀鸡 我的是个飞翼传承人 我的每天日常工作的话 就全部去开展传承 去传播文美武术 我的小时候念打沙包 打树子 曾经自己在柱头上盯上 打千层纸 然后去把那个沙子弄回来 在家里面装一种 天天粘着什么 铁沙掌 它就是增下了手的这个硬度就比较好 这个现在的娃娃 不像我们过去这个小的时候 要坚持把这个武术练好的话 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怕痛啊 怕累啊 但是要培养它们这样呢 还是一个循序建立的过程 为了便于推广 后来我在俄眉泉套路的基础上 创编了俄眉泉的初级套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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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脚 这个脚 分开一下 我们这里是什么 俄眉山 俄眉山 你以后还是要去这传承 好 你到 抱拳 小练精 少年艺 青年练你老来练气 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刚刚年轻气盛 八年部的这个学了 谁都打不赢我 但是武学的境界 它并不是这样 小的时候练额眉圈的是一个架势 基本功 大一点的话呢 才体现到了足度和劲道 再大一点的话呢 就悟出圈里面呢 刚柔并济 内外兼修 在生活当中 它也要贯穿这个处事的法则 也要讲圆活 全打千片生发自然 全打万片神理自信 打得多了 自然就会明白里面的道理